好 今天的早安慈祭琴 就要来跟日本分会的副执行长连线 请他来分享从围观的角度 来看煮热食的服务 如何温暖灾民的心 以及自己在灾难过后的体悟 连线给在东京的苏美金师姐 美金师姐早安 主播早 全球观众好 美金师姐 过去这两个星期 我们几乎天天都有来自 日本灾区的第一手报道 从刚刚的新闻画面 我们也看到 我们是从大方向带大家了解 灾区的现况 灾民的处境 以及重建上的挑战 也知道我们能够进到灾区 是靠着很多贵人相助 但这其实背后一切的一切 还是仰赖我们所有慈祭志工总动员 一个一个几乎是超乎常理的使命感 努力撑起这一切 光是四个T4的人力调度 要进到灾区 还有我们原先安排好 在一月份要举办的岁末祝福 真的在人力上的调度就煞费苦心 对的 其实我们原本在1月13号到14号 就是计划到东北 举办祈福感恩会 那是据三一地震之后 那我们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后来发生地震以后呢 我们在东京的菩萨门 大家就赶快补位 互相去承担 我们原本在 就是昨天1月28号 我们原本就已经有计划 在东京会所要举办祈福感恩会 那这个我们还是一样就是造就 那所以这中间那你知道吗 那个我们很多的外界的朋友呢 他们没有到前线 那他们也很想来尽一份力量 所以我们就布置了木星木艾区 那让他们这个在那边勾款 然后我们也会将这个作为赠灾来使用 那就像今天是我们医院这边 最后一批最后一天的热食发放 那我们前两天也是有四位菩萨呢 特别又请假跑过去周十三号 是哇所以很不简单耶 像昨天我们在东京 才刚刚举办完我们的岁末祝福 在现场还设置了一个木星木艾区 让大家能够透过实际的行动 来帮助能登半岛的灾区居民 那我相信这一次大家 第一个领悟到的就是 时间不够用 因为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 人力上真的是一大挑战 那么从围观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美金师姐 您自己本身是参与了 第二T次的这个灾区行动 领会到了什么呢在灾区 在灾区领会到就是说 大家真的反正我们都不会做 就像我过去他们要我煮大锅饭 那我是提早一天过去 跟我们立香师姐交接 然后他就教我放多少水 多少米啊时间啊 因为我不会煮大锅饭 所以我非常的紧张 然后赶快做笔记 然后还有照相 因为他教我这些 然后隔天我就照这样子做 是饭煮熟了没问题 那我不晓得有什么差别 那后来我们这一梯的志工都到了 那我们这一梯志工 有一位持分师姐 他平常在分会 他都有在煮大锅饭的经验 所以隔天在煮的时候 他看到我 他就觉得有这么少了 这么一点点的技巧 他说要先去放个十分钟 就真的是不一样了 所以我照他的方式这样放了 然后当我们打开锅盖的那一刹那 我才知道说哇 原来大锅饭煮出来的白米饭 也可以煮成那么香 那让我们大家闻起来 就真的那么的幸福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 平常在分会做这些事的菩萨们 他们真的是 在这个时候真的是 发挥了最大的功用 谢谢 是 所以真的是做中学学中觉 原来煮大锅放那个十分钟 非常重要 还有我们这一次在医院的煮热时的服务 其实也发生了许许多多温馨的故事 是非常值得分享的 对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位院长 那他永远都是面带笑容 你知道吗 他也是早上都来 都会跟我们讲 然后跟我们一个很深情的一个拥抱 那我在想也是要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那我们知道 医院里面所有的员工 几乎都是收拾户 那这个院长 他非常的开朗 那他就是不希望 大家都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 那所以你知道吗 他跟我们分享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日本有一句谚语 就是打开校门 我自来 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好正向 那我觉得院长真的是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人 那就在我们发放的另外一区 就是很多的医护志工 他们就相当于我们的 我们实际的人医会 那他们也有很多的梯次 那轮替 那我们从他们的衣服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县市 然后承担不同的职务 那所以他们每次 可能是我们煮饭 煮到这个名声都已经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煮得非常好吃 那所以到后来你知道 他们过来领的时候 他们都相当的开心 那甚至每天都有人来跟我们拍照 然后还要找我们大合照 那所以有时候你看到 医护人员他们这种举动 你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不晓得医生们也还有 也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同情 对啊 那我们到后来 我们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最后有一位来自靖刚的医生 就跑过来问我们 问我们会待到什么时候 那我们就告诉他 刚好我们今天就要回去了 我们后面还没讲完 他就很失落 那我们赶快补上 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梯的人会接上 他就很开心 是 太好了 对 所以这位医生就是希望 接替他的一些同仁 也能够吃到我们慈祭的煮热食 那非常感恩美金师姐 今天跟我们连线带来了 这一次在灾区的体悟 感恩美金师姐 感恩美金师姐